当然咱们像开头说的这种 中国人现在想找这个什么自己的传统文化 也会出一些幺蛾子 你知道吗 你比如前一阵在哪 在四川那边还在哪 我发生了这么一个事 就有一女孩穿汉服 你知道吗 真的就穿这汉服就上街吃饭去了 在二楼吃饭 结果就几个大学生在底下一轮轮轮轮 结果就是一群人冲到楼上 就逼着这个女的脱衣服 说你穿的是和服 他们认错了 说你穿着日本这和服 你这上大大大 日本和服也没关系 哪怕人呢 哎呦 现在这帮反日愤青 你知道吗 就说这个就有丢了民族的脸 就逼着这个女的脱了衣服 最后裤子都没了 还是一个男的给自己女朋友买了条裤子 借给这女的穿上 这才回了家 不是这个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今天呢 你要说这个 今天我来以前呢 我还琢磨 因为天比较热是吧 我穿一个短袖衬衫 我看一个特别好的 是我在泰国买的一个短袖衬衫 但穿那个推向东南亚华侨 我怕我要穿那个以后 我让人恶心 不会 我不喜欢看 下回穿了我看看 下回当穿一回事 我先声明一下 我把我那印度长袍也穿来 其实我对咱美大祖国是最热爱的 无意为泰国代言 不是给泰国代销 但是那个呢 它夏天呢 因为像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度 不太太 这些国家吧 它很注意夏季的服装 对对对 让它既保持清凉 又看着还挺正规的 而且还不晒 它比如它那个 我知道的比较熟的 那个印度的那种 就是它都是长袖 对 但是又不是长到你透不过气来 对 但是很薄 对对对 比如它是麻的或者是棉的 但是不被直接晒 它又隔着那个日光晒 可能可能那些地方出虎出麻 但是你看你在街上穿这些衣服都没人干涉 你就穿和服 他们就不干了 穿和服它要是日本人怎么办 不许人穿 它怎么能认出来 它又有日本血统呢 而且它不是和服 对 它是汉服 所以这大水冲了 又无吃 又无吃 还有心 而且真是 这有意思 这个民间义和团 这个东西 受不了 这个